5号起防疫措施在松绑 但是歌厅 舞厅 夜整会 酒吧 酒店等八大行业 还是等不到副业 酒店业者表示停业四个多月 小姐找不到工作 早就转入地下化 台中的视听歌唱工会理事长 也跳出来直说 应该让酒店也跟着开放 酒店 舞厅纸醉金迷 因为疫情停业了四个多月 毫不容易等到疫情虚幻 唯独八大行业人等不到开放 业者这口气实在吞不下去 我们一直感受不到 什么叫同岛一命 我们是最配合的那一群 然后我们是永远都没有办法 去受到你们的关心跟关注 疫情指挥中心27号宣布 10月5号起 MTV KTV电子游戏场 桌游 麻将馆等 部分休闲娱乐场所 有条件 适度开放 只剩歌厅 舞厅 酒吧 酒店等 八大行业还得继续停业 会馆没人打扫 电视机上积满后一层灰 不少酒店小姐找不到工作 都快吃土了 被迫转为地下化街客 无论快酒店 私人招待所 还是住家 都叫得到小姐 现在都帮家里来做摊子 做烤肉 照好摊家 就大概快炒店 海产店 自己的住家都叫得到小姐了 就这样子 像我的干部就有去开公车 开公车做水电 小姐不是不愿意出来讲话 是真的 他们不愿意让家人看到 酒店小姐地下化 要落实防疫难上加难 是听歌唱工会理事长 跳出来呼吁政府同岛一命 应该让她的行业一起开放 定出相亡防疫规则 才能减少破口 接着我们将梁志祥 台中唱本到 请不吝点赞 启ên哥哥 咱们试图 请不吝点赞 find 请不吝点赞 启士农 再来明连 Rings